歡迎收看金林天下 人造太陽已經開啟了新的里程碑了 美國能源局他們宣布科學家 成功突破了核融合發電技術中的障礙 就產生的能量是超過了投入的能量 雖然說距離要直接發電 給所有人使用了 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不過距離無限乾淨能源 已經更邁進了一步了 另外一個新的能源革命 就是勞斯萊斯跟歐洲聯航 一級航空研發出的綠色氫能噴氣引擎 而且已經通過了地面測試了 那麼接下來就可以減少航空業的碳排放 還要關注的是美國現在通膨 已經降溫了嗎 最新公佈的十一月的CPI 年增百分之七點一 那麼現在是低於市場的預期 這是不是代表聯準會後續的升息壓力 是已經大幅的降低了 而行債券天王鋼拉克他認為說 因為經濟衰退所帶來的衝擊 所以在明年的美國降息的機率 會超過百分之七十五 所以明年真的有可能會降息嗎 是不是可以讓整個科技業稍微鬆一口氣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為您邀請到資深分析師謝承諺 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有明 大家好 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有明 大家好 以及分析師紀偉銘 大家好 好 承諺各國其實從一九三零年代 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研究清潔能源 那麼現在人造太陽的發電 終於是有重大突破 對 你剛才講到這個人造太陽 就是在人員部 美國的人員部所宣布的 他說加州的實驗室 達成這個核融核的重大里程碑 這一次投入 核融核的部分你要投入能源 然後再產出能源 投入的是200萬焦耳 產出的是300萬焦耳 1.5倍 所以如果未來的產出 是投入材料的10倍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正式運轉了 它就是有效率的 如果能夠產出30倍的話 也就是我投入200萬焦耳 可以產出200萬 乘以36000萬焦耳的話 商業的運用 就更可以廣泛的一個推行 當然聽到這很多人 其實大概已經準備要轉台 但是千萬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講的這個核融核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過去我們在講核反應是核分裂 什麼叫核分裂 那什麼叫核融核 反過來我把很多小顆的原子 想辦法透過高壓或是熱壓的方式 把它變成一顆大顆的 而不管是核分裂也好 核融核也好 都是核反應 在這反應的過程中 就會產生能量 就會產生能量 那你說核分裂跟核融核 感覺上只是程序的不同 可是問題是 大家也知道核分裂會產生什麼 核廢料 放射性的汙染 幾百萬年 永遠都沒辦法消除 但是核融核 它投入的是什麼 我們講的刀器 還有穿器 就我把這個材料 融入進去以後 變成最後我們達到的一個效果 萬一不小心就是說 裡面我剛才講的穿器 不小心外泄好了 它的半摔期只有12年 不用怕 而且這個過程中 不會產生核廢料 也不會無限制的 一直分裂下去無法控制 所以為什麼我們想要核融核 但是大家想為什麼叫人造太陽 因為太陽就是用這個方式 產生光核熱的 所以我覺得你也可以發電 因為你的效果就跟太陽一樣 對不對 所以人造太陽支撐的核融核 目前包括美國 中國 歐盟 日本跟南韓 巴西 很多國家都在研發 都在想辦法研發 所以為什麼加州實驗室的 這個產生 大家會覺得很興奮 因為表示有機會 我們跨出了這一步 未來有沒有可能商轉 2030年 這樣算下來其實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霸融他特別做了一個報導 為什麼核融核 可以改變能源部門 你看他說 transform the energy sector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現在能源的方式 一個是傳統能源 那個污染太嚴重 那個絕對是現在大家很抗拒的 你說新能源好了 太陽能 風力 發電也好 實際上成本還是很高 而且還是有很多 產出不穩定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如果核融核真的能夠商轉的話 他是可以持續不間斷的供應 也不會受到任何問題 譬如說天后 或是地形的一個影響 所以為什麼你看像 雪佛龍和Google這些企業 為什麼要關注 過去一年投了28億 過去10年不過20億 你看一年投入的產出 是過去10年投入的產出 表示大家已經看好 未來核融核市場的產值 上看40兆 因為在這當中 很多人也覺得很奇怪 雪佛龍 他投入核融核 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他在石油產出的過程中 他會大量產生了二氧化碳 所以他要碳中和 他必須透過核融核 Google為什麼需要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所有的企業 不管你是各種 哪一個領域的一個產業 大家都希望 大量的去達到碳中和 所以如果他們能夠 投入這個核融核的技術 基本上就可以減少 碳的一個排放 因為核融核電力產生的過程中 不會產生碳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現在連矽谷 也非常熱衷在核能跟這個領域 你看矽谷的創投 他們基本上投入了 這個核能的產業 速度是超過其他的創投領域 2015年到2021年 美國創投是成長54% 核能領域成長3.25倍 交易而激增36倍 這個就是我告訴各位 現在整個核的發展 因為核分裂的技術 大家已經不去想怎麼解決了 現在要往核融核這個方向來走 所以這個商機 其實非常非常大 也能夠給整個能源產業 帶來一個非常大的變革 過去我們一直在講 飛機它產生的碳排放 是佔所有的碳排放的2.5% 很多人覺得2.5%還好 可是如果你整個航空產業 在急劇的發展的話 萬一倍增就可能達到5%了 這個部分要怎麼解決 很多人說靠風力發電 這個是不可能 太陽能 萬一沒太陽的時候 不就要降落了嗎 所以大家在思考 是不是可以用電池 確實現在已經有電池的電動飛機了 但是它的距離沒辦法太遠 大概800多公里 所以說大概就是台灣 到香港的距離 你要更遠就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勞斯萊斯 跟這個易捷航空 他們在研究氫氣的部分 如果氫氣能夠成功運行的話 基本上一台飛機 大概要加25萬公升的燃料 如果是改用氫氣的話 是100萬公升 所以如果能夠成功的 運用氫氣的話 也許就有機會讓飛機 進入長期的飛行 但現在已經 勞斯萊斯已經成功測試了 因為大家可能想到 勞斯萊斯想到那台車 可是實際上它是最厲害的 飛機引擎的製造商 如果他能夠用氫氣來驅動 那不得了 所以未來的飛機 就不會再產生什麼 這個二氧化碳 當然這個氫氣 在產生的過程中 我也大概跟大家科普一下 有所謂的藍氫跟濾氫 濾氫基本上 它是透過再生能源所產生的 大家是比較傾向於 用濾氫的方式 因為藍氫基本上 是要靠天然氣 還有碳補桌的一個技術 其實它還是 整體來講 還是有可能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濾氫是比較不會有 污染的問題 沒錯 所以大家今天也知道 其實我還是很有科學常識的 尤其是剛才 我們講到的 E-mc平方 沒有跟大家多做解釋 是為了時間的關係 我們繼續來看 在這個地方 我們除了講到飛機的運用以外 其實大家也知道 現在在這個動力電池的部分 尤其是電動車的部分 最主要的應用還是在汽車上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電池還是會產生 二氧化碳的排放 因為你在產生電的過程中 所以為什麼現在 北歐不是現在 也限制電動車上路嗎 因為你電動車要上路 你要充電 電你還是要用到天然氣 天然氣還是會 一樣有碳排 雖然是比較乾淨 但是還是有碳排放的問題 所以現在B&W做了一件事情 他跟Toyota攜手在合作 因為大家也知道 Toyota在氫燃料電池的技術上 是相當領先的 所以他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 我們過去叫混合動力 就是我有加油 我有電池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把電池跟氫燃料 來做一個結合 所以現在B&W這一新款的 叫Ix5 這個 Hydrogen Ix5這個 它的外型跟傳統的 這個X5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是重點是什麼 在它的底盤的部分 它做了兩個純青罐 就是氫燃料的這個罐子 在車體的一個下方 其實等於是取代藍油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是相當可行的 因為氫燃料補充的速度很快 它的續航力也不錯 所以它等於是混合 把這個電動電池跟氫 混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會比電動車的 這個充電還要更快 對 因為氫燃料的補充 非常非常的快 當然有人會擔心說 電池本身就有比較大的一個 壓力的問題 然後又有氫 那兩個合在一起 我們坐在上面 好像坐在一台火箭上面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不用擔心 因為像這個Toyota 在氫燃料電池的研究上 已經非常領先 現在電池穩定度也非常高 所以我們 它已經開始 在幾個重要的碳排放地區 未來第一季會開始 讓這些車子在這邊營運 所以它真的可以做到 這不是一個概念車 這已經是明年第一季準備要 放到幾個碳排示範區營運了 對地球來講 絕對是一個好的一個消息 那你要多消一點 幫我們多發一點點 好 剛剛陳彥 但我們看到 其實現在節能減碳 已經是全球的趨勢 不管是用氫氣來發電 或者是核融合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半導體生產過程的當中 產生的這個魚氫 它其實也是可以回收再利用 就要請教偉銘 工研院其實有吸收 像是帆軒這些廠商 一起解決這樣一個魚氫的問題 因為其實整個工業在生產的時候 他們會有很多的所謂的 叫做副產品 也就是他們要生產 原本自己目標的產品以外 在過程裡面也會產生一些 他們沒有預期到 或者是他們不需要用到的產品 這些東西叫做副產品 而氫氣就常常是工業 產生出來的副產品 那麼其實大概在2021年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工研院 當時就有想說 台積電既然你有這麼多的EUV機台 你的晶圓代工的量又這麼的大 那你本身你有氫氣朝車 多達這麼多量 代表你對於氫氣的用量很多 那你一定會有剩下來用不完的氫氣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這些氫氣去做利用 再回收 能不能拿來做發電 就有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當時工研院 他就找了誰 找了第一個 樊宣 因為樊宣本身就是在我們上個禮拜 有跟大家分享過 廠物的規劃 那你要怎麼樣去讓這個氫氣 透過廠房裡面的管道去做回收 再去做利用 這個是樊宣在去做的 那另一方面還有誰 樊宣又找了一個叫做亞氫動力的 亞氫動力他其實就是在幫忙去生產這些燃料電池 以及後續我們回收回來這些氫氣 要怎麼利用的一間廠商 那麼再來就是工研院 工研院負責的地方就是技術 工研院他們去想想看 到底要怎麼樣 讓這些氫氣能夠有更好 更高的轉換效率 變成是不管是電能 還是熱能的方式 那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三方的合作 要讓整個產業出來的 這些副產品有一個去處 那他其實也展現了一個方向 就是要去減碳 因為你一定是要去減碳 要利用這些氫能 氫氣燃燒的過程 或氫氣在做發電 在做這些能量轉換的過程裡面 他的產物就是水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乾淨的能源 這也是為什麼工研院會想到 要用這個台積電剩下來的餘氫 來去做發電的其中一個方向 另一方面減碳是一個趨勢 除了我們看到了台積電 這些電子產業以外 其實航運產業也在做減碳 航運也在做減碳 沒有錯 因為航運減碳這件事情 它不單單是在這幾年才開始的 其實很早之前 歐盟就已經開始規劃了 因為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整個航運產業 大概佔了我們地球 一年碳排的1%到2% 算是非常高的 以整個產業來看的話 所以現在他們必須要去規定的 不管是在以前的船隻 還是未來要新造出來的船隻 都必須要符合最新的碳排規定 那麼這個碳排規定裡面 其實有一個指標叫做 所謂的碳排強度指標 碳強度指標 碳強度指標大家聽起來可能不太懂 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講 就像是我們的能源分級 汽車的能源分級 電氣的能源分級一樣 它分成A B C D E 5級 然後我們其實用很簡單的方式想 就像是我們在開車 或騎摩托車的時候一樣 它是不是我們可以去算 一公升的油我們可以跑幾公里 這個它就是一個指標 它換算的方式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邏輯 然後把它分成五個等級 那麼你A就代表說 你這一個能源的使用效率非常的高 可是如果你被評級為1的話 大概這一艘船就是要拆掉了 因為它不符合碳排 那不符合碳排的情況之下 它受到的限制就是什麼 歐盟規定你要降速 你不能開這麼快 那你不能開這麼快的船 結果你放在海上一直跑 其實對於航運公司來講的話 都是成本 那麼現在長榮海運 它說什麼東西 現在有8成的船隻 都是10年內的新船 那其實10年內的新船的優勢是什麼 都比較符合 比較符合這些規定 對 所以至少在明後年裡面 不會受到影響 可是我們知道這些東西 它畢竟是會有一個時間 遲早要面對的 那麼在未來 如果要去減低碳排量的話 要用什麼方法 很明顯的要改採用 所謂的雙燃料引擎 目前的船基本上都是燃燒重油 對 都是燃燒重油 重油的碳排本身 就是相對的比較大一點 可是你說要讓這些大型的船舶 全部都不使用重油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們必須要去規劃 就像是我們的車子 會有油電混合車 未來可能搭配天然氣 可能搭配甲醇 甚至氫氣 也是在他們雙燃料引擎裡面的 其中一個選項 其實台廠大概還有四間 是大家比較在意 或者是比較知道熟悉的股票 那是哪個 第一個6282的康書 康書就是我們等一下 會跟大家分享的 Bloom Energy的關鍵的 電源轉換器的主力供應上之一 它其實在2022年的燃料電池 營收已經占比10%了 說真的在台灣要找到 關於燃料電池 找到氫能源的相關概念股 真的沒有很多 真的沒有很多 所以康書是其中一間 再來比較大間的是1513的中興電 中興電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就已經切入 透過併購美國公司 就切入了所謂的 氫燃料電池的這個領域裡面 所以它在這個氫燃料電池的專利 其實它的數量算是相對的 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股價 最近表現也算是相對比較強勢一點 另外更大的就是2308的台達電 台達電本身在做能源這一塊 就是大家眾所皆知 我們也不需要講太多 所以我認為大家應該比較在意 或感興趣的是這一間公司 叫做高麗 它的公司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高麗這間公司 它其實最主要的業務 是在做所謂的 即熱板跟熱交換器 它這一個大概占它目前營收 大概8成到9成左右 可是最重要的是 Bloom Energy 因為美國現在的氫燃料電池 也是處於一個高速成長的階段 所以它既然是Bloom Energy 在台灣最重要的協力廠商之一的話 那高麗這一間公司 它的故事就非常值得大家來去做了解 那它在幫高麗在做的 其實就是燃料電池的反應核的加工 那麼其實在整個替代能源裡面 我們目前看到的燃料電池 是一個最為穩定 而且它是穩定度最高的產品 所以它能夠應用 不管是在電動車 或者是我們前面講到的傳播 或者是甚至就是 我們最直接拿來發電 這些東西都是它能夠去涉獵到的領域 其實高麗它最早最早在1970年 就已經創立了 但是它當初創立的時候是在做所謂的熱處理加工業務 那這個熱處理加工業務 他們就慢慢的慢慢的開始去做 發展發展 發展到後面開始跨足到了所謂的能源市場 對 這一個能源市場為什麼會跨足到 我等一下來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要講起來 就是要從高麗的董事長開始講起 很顯示 它是什麼樣的背景 其實它有受過日本的教育 它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人 而且後來有到德國進修 所以它同時在規劃當初的廠房的時候 高麗的廠房 就融合了德國人的一絲不苟的態度 那麼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這個時候就要回過頭來看 它到底怎麼樣變成Bloom Energy的主要供應商 Bloom Energy在一開始美國的時候 是一間非常小間的公司 它的老闆創辦人是一個印度人 他是一個印度人 他既然是印度人 他下面的很多的工程師團隊 又是從美國太空總署來的 從NASA出來的 所以最一開始發展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這些設備都是從印度跟美國叫來的 那就面臨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成本太高 你美國做的東西好 可是太貴 印度做的東西良率就不夠高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在想說 那要怎麼辦呢 這裡面他們的大股東 是美國的三大創投基金之一 就跟他建議說 你可以到台灣來找供應鏈 所以他就來台灣 組了一個六人小組來台灣 那麼來台灣以後 但是他們去看竹科 希望竹科來幫他們做這些東西 可是我剛剛講的Bloom Energy 一開始是一間小公司 所以他在找竹科 這些大公司的時候 其實竹科沒有什麼人想理他 後來是透過了 成大電機器的楊教授 去透過引建的方式 才讓他跟高麗搭上線了 對 高麗當時也沒有看不起 Bloom Energy 他說OK 我對你情意相挺 因為你對我的技術 我們就是互相交換 有沒有 他透過跟Bloom Energy的合作 所以其實高麗也學到了很多的東西 所以他在Bloom Energy 還沒有規模那麼大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跟他合作 沒有錯 情意相挺 不計成本的 那麼他們現在 在這樣子的合作的情況之下 其實真正能勾上線 是因為Bloom Energy裡面的 他的研發主管叫做馬丁 馬丁是誰 是德國人 我們剛剛講過 他受到了德國教育 所以說董事長在規劃廠房的時候 把廠房規劃得乾乾淨淨 馬丁一來一看 這一間廠房好乾淨 有這種德國的氣息 我好喜歡 你價值觀很合 很合的情況之下 合作就談起來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Bloom Energy 會跟高麗這麼密切合作的關係之一 那麼我們認為 其實在現階段 台灣目前的氫能源應用 雖然沒有這麼的多 但是原先預期 大概是在2025年的時候 氫能源才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發展 可是在現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氫能源 應該會在2023年 就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成長空間 這個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好 剛剛委民 但我們看到 氫能源在未來的發展 可以說是不可限量 就是它越來越多的一個運用層面 看未來有沒有可能會取代石油 來稱霸全球 我們看到現在 連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營石油公司 就是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的執行長 他都說對於成為 輕經濟的主要肩負者 是充滿了強烈的興趣 而且在去年的時候 沙烏地阿美他也說計畫 未來幾年的時間 要斥資1100億美元 來開發天然氣田 而且我們也看到 這個沙烏地阿美的能源部長 這個曾經說過 這個沙烏地阿美希望可以成為 全球最大的氫能的供應商 就要請教這個殷老師了 所以這個氫氣也是 未來大家非常重視的 就是在整個新能源革命的一塊 那當然原因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曉得石油的時代要結束了 因為大家開始都 汽車都變成電動車 然後石油都賣不掉了 所以他們現在花了大錢 投資在我們講的所謂的氫氣 氫能源的生產 那他們這個生產的話 還是用天然氣 所以這個出來是我們講的就是 南氫 然後因為它天然氣豐富 那個運產量很豐富 所以它準備大量的生產 然後運到世界各地去 讓大家來使用 可是真正來講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所謂的氫能源 還有一個是灰氫 灰氫過去 大家都是用石化原料來做的 可是那個是污染最多的 所以現在大家慢慢地要把它排氣掉了 那真正大家談的是濾氫 濾氫就是綠色能源 就是水 我們的水分解成氫跟氧 然後氫跟氧合在一起的時候 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會產生電跟熱量 那個時候就可以用來發電 用來能源做很多的用途 那那個是完全乾乾淨淨的 因為後來又變成水了 然後再可以重複地運用 那這一塊就現在的整個發展方向 朝這方面走 那早期嘛 因為這種所謂綠能 它成本相對比較高 所以說重心都放到 還是在石化 或者是天然氣這一塊 可是現在大家研究方向 全部都集中在這裡 我們舉個比 比如說就是歐盟 像德國的鋼鐵廠 煉鋼過去都用碳 那現在德國的這個鋼鐵廠 改用是濾氫 已經開始用了 將來這個運輸工具 可能全面都會朝這個方向走 那我們看到現在看到的鋰電池 馬上就全部被取代了 因為它一方面的 有成本因素 有它的環保的因素等等 將來就是都是氫 所以很多電動車在用的 這個鋰電池以後 也有可能會被氫取代 就被取代了 就是變成我們的氫電池 氫能源的電池 那當然氫能源的用途 是非常非常廣 那將來如果普遍出去的話 我想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能源 要幾乎可能太半 大半都變成氫能源 因為它最乾淨嘛 這當然沙迪阿拉伯現在 他們大量生產的南清 可能就是提供工業 他們濃縮起來 大量的運用 因為他們的天然氣很多 而且便宜嘛 所以說它的競爭力 也許比較強 可是我們從這個氣候變遷 環保等等 大家各種因素來看的話 大家可能到最後 都走向這個綠能 所以整個這個世界 我們看到都在變 我們現在已經要進入到 二十一世紀的新環境了 我們二十世紀所看到的 很多東西架構 可能都不存在了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整個世界正在變 不過我們說到 同樣也是這個搶低碳商機 要特別來關注是隸屬永鋒魚集團的電子紙廠 也就是元太 元太終於在今年 有名跟他迎來他的新盛世 除了明年他會量產全彩的電子紙之外 還也跟B&W合作 他們開發出了這個變色車 對 我講元太這家公司 大家應該不陌生 我這邊手中拿的就是一個Kindle的電子書 那這個的話叫低配版 也就是說LKK版 在早期還沒有iPad的時候 這個很是耶誕節這個禮物裡面 非常重要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上面其實是黑白的 而且如果你在畫的時候 其實它的顯示的速度 基本上是很緩慢的 對 所以在iPad出來之後的話 這個東西就不流行了 但是我們今天來稍微看一下 這個什麼叫做全彩的電子紙 因為這個還有一個載體 我覺得這個部分外觀 還有一個塑膠 還有一個容器的一個部分 那電子紙的話 基本上它是用投影技術 它已經薄得跟紙一樣 那待會兒我們會去做說明 那元太這個彩色的一個電子紙 目前已經進入到 這個eLink的一個部分 這個eLink的Gallery Street 已經進入到量產的階段 我們重點是 到底有誰跟他買 所以你看這個都是世界大廠 Bikmini 大我 文石 柯大訊飛 展月 Pocketbook 就是這個口袋書 然後Rimo 這個獨墨電子紙 AOC 這個其實如果大家 家裡沒有小孩的話 你大概就沒有在買電子紙的 這個習慣 如果你有的話 你所有的這些東西 基本上都是大牌子 都是大牌子的情況之下 他現在採這電子紙一出的話 2023年就是明年之後 就有很多的新品 那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要先跟各位來講 這個東西到底會對未來的科技產業 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第一個部分它會造成一個 非常重要的產業革命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換iPhone的時候 我們就是iPhone 13 iPhone 14這樣在換 內容就是大同小異 但是如果是彩色電子紙的話 從黑白變成彩色這個階段的話 你會產生很多革命 第一個你電子書就要換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你教科書就要換 很多的教科書的部分 第三你很多物聯網就要跟著換 然後第四等一下 我們還會去說什麼你看到的什麼 車子的外觀 電子標籤 那現在電子 這個彩色電子紙到底有多好 它最大的一個用處就是 第一個它是微量的電源 就可以來更換 換一個角度來講 它節能省碳 所以這個就是屬於 綠電的一個狀況 電子紙的部分的話 還可以用在很多的 包含像電子標籤 所以我們來看電子標籤 全世界大概有60億 60億的電子標籤市場 那元大的董長李正浩就在講 我們到目前為止 你去看到從疫情到現在的話 大概開發只有多少 6億片 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也就等於我們還有 這個10分之9的一個成長空間 對不對 那本身就基本上是環保 所以現在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常常去什麼 Wall Mart那一類的一個大賣場 你可以去看 那第一個它很省能力 電子標籤一貼的時候 隨時都可以換 基本上都可以操控的 不用在人家把它撕掉 又黏上去了 好 那這個還只是我們的露眼 可以看到的一個 這個產業的一個狀況 還有另外一個 各位完全沒有辦法想像的 但是B&W現在目前 這個demo已經做出來了 就是在車子的外觀 弄上了電子紙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變色龍 就是你 就很Shop 就是你車子開出去的時候 你晴天有一個顏色 雨天有一個顏色 那你說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對 你晚上開車的時候 其實是OK對不對 就是稍微比較亮一點 但是這個很可能 我們的監理處搞不好 就不行 因為你車子外觀改的話 行照跟著改 都要跟著改 對 要跟著改 不過B&W已經在 2025年的時候預估 投資的金額大概是300億 那折合台幣的話 是9519億來去做這個 那B&W如果做成 因為B&W早期在做電動車的時候 i8你就知道了 它那個顏色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那如果它做成的話 ODI要不要跟著做 賓士要不要跟著做 搞不好很多Push也要跟著做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趨勢 那現在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這一家公司 其實它是之前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苦手 17年 17年 17年其實是很多人 這個很長的一段歲月了對不對 2005年就開始 因為基本上董事長李振浩 其實很早袁泰就出來 袁泰出來的時候他不賺錢 他的母公司是永豐瑜 永豐瑜各位都知道是造紙對不對 好 然後袁泰在做的時候 其實它是他們集團裡面很小 因為早期是在做TFT LCD 那你也知道這個東西 又被韓國打 又被後來的中國打對不對 所以這一塊其實是做不起來的 2005年做電子紙 然後就一直跟他熬熬熬 熬到去跑訂單 跑到2007年的時候 Amazon終於因為要出了電子書了 那就只好去找袁泰 因為到目前 那你說Amazon為什麼不去找韓國廠商 因為各位要知道做LCD面板 電視面板 Notebook面板 跟去做這種電子書的 這個是不一樣的 對 顯示技術不同 然後再來的話迎來了一波春天 所以那一年 其實它接下來的話 就是獲利就爆賺5倍 但是好景不長 三年之後 就2008年對不對 2008年之後 最好碰到了金融大海嘯 然後來到2010年的時候 蘋果書又出了iPad 那你有了iPad 你為什麼要用電子書 因為你iPad本身可以寫 可以文書處理 那你電子書只能做閱讀對不對 頂多就是稍微便宜了一點 但是這個東西就被打趴了 所以你知道從2010到2012的時候 你看它蒸發了將近快100億 但是燒得很辛苦很辛苦 那之後怎麼辦 因為它這個之前 為什麼會燒這麼多錢 我們又換一個角度去說 因為它之前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跑去買了一個美國廠 就是eInc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eInc的主體 就是源泰的主體 另外它又跑到韓國買了一個 這個LCD面板廠 叫做Hydis 但是現在碰到了被這個 蘋果幾乎打趴的時候 它只好鑽石斷完 對不對 看我們要斷左手斷右手 左腳右腳 看先斷哪一個可以活下去 所以原則上你看 它這樣做下去的時候 我的技術只在3.5代 那人家現在的技術進步 都已經做到大面板的情況之下 那我只好2016年的時候 把新竹韓國的廠 我把它整個關掉 早期在很辛苦的時候 被人家閒親 你剛剛提到的反應速度太慢 而且怎麼只有黑白 你怎麼可能會用一個黑白 跟反應速度 你看你這樣子畫半天的時候 現在我們用手機再是這個 對不對 我們再去傳訊息的時候 你delay個0.5秒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覺得 人家的話語就一堆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回頭看一下 就是說現在大家講了這麼多 但是還是一樣 從去年到今年 面到所有的產業 都碰到一個問題 萬物皆庫存 不管你看到的什麼都庫存 如果要消化庫存的話 它的成長趨勢會不會趨緩 我在這邊講 目前有利空的雜訊 也有利多 但是我唸給各位聽 各位你評估一下 看看嚴不嚴重 第一個部分的話 全球前三大的 電子紙ESL的整合商 叫做瑞典業 瑞典業者叫Priser Priser的話 它的週轉天數 在第三季從138.3天 比第二季增加了22.6天 所以顯然的存貨 確實是有在增加 第二個的話 它的零組件供應商 一個是驅動IC的叫天域 天域本身你也可以用來衡量 因為天域有很多的貨 不是只有出給面板 也出給電子書 天域的一個部分的話 第三季的存貨週轉的天數 是105.57天 比第二季的96天差不多 然後第二個的話 營收也減兩成 年減也三成 所以顯然看起來的話 驅動IC這塊不好 是不是就代表了電子書或電子紙 出貨也沒有那麼好 第三個除了看天域以外 另外一個是他自己的子公司 叫金鴻 金鴻的部分 第三季的庫存金鴻 也比第二季大概增了16.8% 講到這裡都叫做不好 但是我們來講幾個好的 別人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意思就是什麼 天域的不好 金鴻的不好 反映出來就是你晶片要降價 你晶片一降價了之後 我元太是拿你的晶片來去做 所以我是不是成本就降了 對 好 所以這個時候 元太第三季的毛利率就47.14% 第二季是47.14% 跳升到60.5% 六成以上 非常可觀 所以這個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說 它的晶片的壓力 漲價壓力減輕了 然後第二個 在Princet這邊有估計 各國的超市 在電子標籤的滲透率 當然環保最好的就是 北歐的國家挪威七成了 其次是法國 比利時 紐西蘭 可是你知道美國 中國 德國 英國 這些國家滲透率都非常低 所以明年還是會成長 成長固執還很大 對 所以回過頭來講 庫存也沒有那麼嚴重 再加上成本又下降 所以它的一個股價 我們長時間來講 明年大概是抓10塊錢 我覺得20倍以下OK 18倍以下更便宜 所以這個股價 如果以月線的角度來講 其實在這個地方是會有支撐的 好 剛剛這個友民哥 但我們看到是在元泰的部分 苦守了17年 那麼現在是有出頭天降的感覺 不過元泰 陳妍他現在迎來了一個 新的重磅對手 就是友達 友達當年其實他一度是 棄手了電子紙的市場 不過現在又捲土重來 當然這2012年以來 我們做一個對比 友達跟元泰 其實發展上當然股價都有漲 但是一個大概高低差5倍 一個大概是10倍 所以當然有 元泰 友達也在看 因為就電子標籤的使用片數來講 其實去年才2億片 去年2億片是成長17% 今年暴增到4億片 是倍增 所以對友達 他當然也希望能夠搶攻這個市場 因為有機會電子紙到2030年 可以成長到95億美金 是非常大的一個市場的一個份額 而且剛才其實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過去的這個技術 對不對 這個友達以前也有 對不對 他掌握了這個叫做電勇 其實就長一點叫電子墨水違背技術 其實就是電勇技術 這個達一科技 他當時因為虧損 他自己本業虧損的關係 他想一想 我把這個技術賣過去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也覺得說 這個技術的發展要到何時 還不知道 但是現在來看 如果友達重返的話 因為當時兩個技術 一個是電勇 一個是什麼 一個叫膽固醇 液晶 大家看到膽固醇 不要想說這樣子 會不會高膽固醇 其實它只是名詞 因為它是結構上很像膽固醇 所以這個技術 當然當時因為成本比較高 耗電可能比較高 但是現在友達的技術 已經大幅度的突破了 他原本過去幾年 他的色 他的顯色的部分是4096色 他現在色彩的顯色 已經達到1600萬色 1600萬 所以他現在推出的時間點 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好 當然很多人就問他說 那你就是要跟元太拚嗎 他說不是 有所誤會了 為什麼 元太是電子紙 主要在電子標籤 現在對友達來講 他想要供的市場是什麼 包括我們這樣的車站 公車站 大尺寸的 對不對 大尺寸 而且對友達來講 他要去生產這種所謂 電子標籤的電子紙 他的製程要做調整 可是這個膽固醇液晶技術 基本上越大片越好 所以他可以用 他原來的生產的製程 就可以去滿足了 所以對他來講 這樣確實會比較好 所以為什麼他說 沒有 我不是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膽固醇液晶技術 他其實可以透光 所以他下面可以順便 裝上太陽電池 有沒有 可以直接做太陽能的充電 這個應用就會更廣泛 不過友達現在也要東進 到美國去設廠 對 當然對友達來講 地緣政治的問題一定的 還有一個其實近幾年 友達在車用面板上面 其實成長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所以彭雙浪也談到了 就是說過去的面板的谷底 慢慢的要走出去 所以他勢必要想辦法轉變 不論是剛才的 這一個我們講的電子紙之外 另外車用面板 車用面板大家也知道 鴻海既然都到了美國去了 對友達來講他勢必也要跟進 所以未來我相信 友達應該還是有機會 很快的走出面板的谷底 只是不知道要多久 好 另外我們稍後先休息一下 回來關注的是 美菲領袖峰會在華盛頓登場了 這是美國要圍堵 中國影響力的新嘗試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我們看到美菲領袖峰會 在華盛頓登場 那麼在召開前期 美國就承諾說在未來三年之內 或向非洲要提供五百五十億美元的 包括經濟 衛生等等方面的援助 不過其實在峰會一開始的時候 美國的國防部就有警告了 這當中特別提到了 中國大陸也特別去提到了 莫斯科就是俄羅斯當局 所以我們就要請教楊老師 美菲峰會在時隔八年又召開的話 它是不是要圍堵中國的影響力 美國要在非洲圍堵中國的影響力 越來越困難 不過我必須要說 其實拜登總統今年很努力 你看他一開始的NATO 然後G7 後來發生俄乌戰爭 但他同時也辦了美洲峰會 然後美國與太平洋峰會 美國與東協峰會 然後現在是美國與非洲峰會 不過講歷史的話 其實除了前面的G7 跟俄乌戰爭之外 其他幾個其實都是一種回應式的 也就是回應或者是針對 因為中國大陸 中國在這些區域 這幾年的不斷的影響力的深化 然後美國開始警覺到 從後院到非洲大陸 它其實都已經開始在落後 2009年中國超越美國 成為非洲大陸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而在去年其實它跟非洲的貿易額 已經來到2500億美元 跟其他區域比起來並不高 它跟歐洲是大概8000億 跟東南亞是8800億是去年的情況 美國在非洲的貿易額648億 那差2500億 差很多 四分之一 可是你知道美國在2008年 2009年的時候 曾經一度都是維持在1500億的 所以就是說 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最大的市場 它居然跟非洲國家 56個非洲國家 現在來了49個 它的貿易額在減 在不斷的減少 這個其實代表一個 對美國自己滿大的警訊 當然你相較之下 你看到中國的影響 不只是貿易 投資 還有一帶一路這些建設 跟這些計畫 一帶一路當然在非洲 也有一些碰壁的 不一定成功的 可是你知道這麼多計畫 你總是有成功有不成功 實際上我們看這個債務 我們部分台灣的媒體 跟西方的媒體 總是說一帶一路 是一個債務的陷阱 也許有的是有這樣子的問題 可是整體而言 非洲國家絕大部分的債務 其實都還是歐美為主 而且利息其實也都比 中國提供的 就是說相關的債要高很多 因此在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拜登自己也看到問題了 他把這49個國家找來 開了三天的會議 因為隔了8年 上一次是歐巴馬的時候 歐巴馬自己本身 他有某種肯亞的血統 對 非裔的血統 因此他的八年之後再來開 我覺得其實是很辛苦 因為我不認為會取得太大的成就 550億的援助也分好幾年 都還不如他跟非洲一年的貿易額 然後戴琪這邊又提到說 因為在2000年的時候 其實美國是有提供一個叫做 非洲成長與機會法 其實就針對非洲國家 因為非洲國家大部分 其實都是比較發展中的階段 給予他們的一定的援助 跟市場的優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40多個國家其實在過去 即使是越來越少的貿易 但是還是以這個管道 東西賣到美國來 現在戴琪都說 因為這個法案 非洲成長與機會法 直到2025就要截止 他說要再重新調整 他的意思大概是看到 我看到報導是說 因為很多非洲來的這些產品 其實是中國投資的廠 或者也有部分台灣的 也有部分歐美的這個廠 他覺得說也許再怎麼樣 把這個法當作一個 比較有效的就是說工具 來去比較專注美國 跟一些國家 非洲國家的關係的處境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你看起來整體而言 美國對於這些開放中國家的 公共財的提供 市場的開放度 以及提供的資源 甚至貿易額都在美礦預下 相較於中國在這個地區 不要講非洲 你看剛結束跟中東地區 從中沙到中海到中阿 也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海灣國家以及阿拉伯聯盟 連續三環峰會 他們自己稱 其實都有一些聲明跟投資 其實是讓人覺得 似乎已經漸漸這種 就是說東西的變化 產生了這種影響 所以我覺得拜登其實是很努力 可是問題關鍵是 美國自己本身的公共財 跟他的經濟的力量 是不是跟過去相比 能夠提得上來 這個時候當然你就看到 這些國家還是會來 因為來49個國家 表示他們非常尊重美國 所以美國還是被視為 在政經軍主要的主導國家 那這個時候美國 怎麼樣如何提升自己 或投資自己 然後你要懂得去開放 懂得提供市場 懂得提供公共財 你才能夠持續維持 你的這個就是主導 不過相較於中國的這個競爭 的確我覺得兩個國家 大國的這種地緣的競逐 跟這種對抗 其實是越來越明顯 照回來關注的是 比特幣是來到了 超過一個月的這個新高了 那麼接下來 如果說有農曆年 還有在寒假來臨的話 這個挖礦跟電競 會是台股盤面上的焦點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所以比特幣來到了 超過一個月的這個新高 加上接下來有農曆年 還有寒假 有請這樣有名歌 像是挖礦 電競 然後會是接下來 台股盤面的焦點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今天錄影的時間是12月14號 好 那包含漢遜跟這個立台 好 多長提 那這兩個當然是做顯示卡的公司 那他們最主要的一個用途 當然第一個就是挖礦 第二個的話就是遊戲 好 那但是各位會去想 漢遜的一個股價前三季是虧了0.51 然後立台前三季是虧了1.79 這個時間點到底是不是無稽之談 那你跳進去又被割韭菜 還是說 還是說 沒有基本面 或者是說他們真的有開始好轉 所以這個時候回頭我們就來看 因為前一陣子他們大跌 跟一個事情有很大的關係 叫比特幣的一個崩盤 比特幣的一個崩盤 當然是FTS幣圈這邊發生的一個事情 但是最近的幣圈稍微穩定了一點 那故事的來源是什麼 我們一個一個跟各位來做一個導讀 首先因為最近不是公布了一些經濟數據 我很快帶過去 比如說12月1號公布了PCE 就是個人消費支出 各位可以去看到 是兩個月前的一個統計數字 這個9月跟10月的話 5.18就降到4.98 然後CPI在最近公布的時候 是10月份是從6.3 11月份掉到這個6 那這樣狀況就不錯 那你說這個跟比特幣有很大的關係嗎 絕對有 因為要各位知道 如果明年因為這兩個數字降下來的話 明年通膨再降 那真的實質利率就會 只要大於1就好 所以實質利率大於1的意思就是 明目利率就等於實質利率加通貨膨脹率 所以實質利率叫1 通貨膨脹率如果4點多 那加起來就是5 所以也就是說利率的高峰 就落在5到5.25附近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幣圈就有大勢 因為幣圈他們非常非常的需要資金 寬鬆的環境 資金只要一緊俏 隔差的利率一高的時候 幣圈開始就會動搖 所以FTS為什麼會打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如果說今天的利率的頂看得到 那幣圈就開始變得穩定 各位可以去看比特幣很可怕 你說在那個地方 24小時幾乎都不睡覺 但是不睡覺最後的一個結果是乾也爆了 你看從2萬1跌到了1萬5 那個你知道每天在跑的時候 那個血壓跟這個心跳 就跟著那個數字在一直跳 所以你要知道最近這樣跌下來之後 創了一個月以來的新高 那這件事情當然就會影響到大家挖礦的意願 所以挖礦的意願只要一提高的時候 做顯示卡的就有受惠 還有一個誰會收惠 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出晶片 挖礦的晶片 好 現在我們來看整個PC的市場 PC市場是這樣 因為早期在疫情的一個關係 所以PC不斷大量的囤貨 不然Notebook也在囤貨 遠距教學 但是現在那些庫存都還一直在堆 但是有一個東西已經消化得差不多了 那個叫電競產品 所以電競的PC 電競的Notebook 不能說完全消化掉 但是已經消化的速度是比PC快 所以影響回過頭來 這些股票 確實在低檔就變得有機會了 好 不過我們說到接下來這個資金 還會不會緊駭呢 美國聯準會在明年有沒有可能會降起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美國最新公佈的11月的CPI年增是7.1% 月增0.1% 這是創下了2021年12月以來的 最低 感覺上美國的通膨現在似乎是在降溫了 要請教殷老師 那麼接下來美國聯準會 升息的壓力就減輕 那明年有可能會降息嗎 我想情況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好 是 我們回過頭來看 從1月到11月 美國的通膨指數 都大於7 大於7很高 我們台灣只有2點多 所以他們的通膨壓力一直非常大 全年都是這個樣子 而且這個圖上面我們看 最高的那一點是6月 6月高到9.1% 然後就開始往下滑了 滑到現在是7.1% 那7、9、11 三個月 B的聯準會全部升息三碼 就想這個踩緊急的刹車 寧可把美國的經濟打到衰退 也要把經濟指標硬拉下來 他們的目標是2% 不過我們回過頭來看 從這個9.1%滑下來的時候 滑到現在這個7.1% 不完全是聯準會的功勞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的能源價格在下跌 能源價格從這個 我們講到的3月8號 不一定是因為升息的因素 3月8號的119塊6毛5 一桶美元 到了12月9號跌到70塊5毛2 總共跌了41% 能源價格跌下來以後 通膨壓價格自自然就會往下滑了 對 那這種全球價格都會往下走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通膨的壓力就開始看起來